歡迎回來健康2.0 要告訴大家一個概念就是 央行已經降息一馬了 但是金管會的保險局他說 7月1號就要調降責準率 責準率就是責任金的準備利率 這個消息聽起來不太妙 因為你的保單 這個保費會變貴怎麼回事 好 那針對您的醫療險的內容 我有提供給你那個表格有收到嗎 整理好保險見解表單 直接傳送用視訊討論 因為疫情衝擊 民眾出門意願降低 線上溝通 反而成為保險經理人的日常 那客戶就跟我說 你不要來啦 你都常常在外面到處跑 那身上難免會多少帶一點病菌 那我們是不是暫時不要見面好了 那這個狀況就還蠻窘的 湖內被客戶當成高危險族群 業務表示過去每天大概可以親自面談 3到5位客戶 最近雖然面談減少 大半時間待在辦公室裡 但改用視訊反而能夠談到6到10位客戶 意外提升效率 按照現行的規定 其實在保險契約最後一個步驟 還是需要由客戶本人親牽 不過最近由於疫情的影響 其實民眾不喜歡去人多的公共場所 因此保險業者 也特別規劃了一個專屬的區域 這邊是不能讓外人進入的 而是直接讓客戶與業務在這裡簽約 不過業者坦言 畢竟保險很重要的一塊 賣的是服務與信任 如果見面次數減少或多過少 也影響到成交 然而疫情不僅是衝擊業績 由於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 國際股債市受挫 數險月為了反映市場利率與成本 紛紛將利便型保單利率調降 也就是說常見的儲蓄型保單 可能因此縮水 以3月份台幣外幣利便型保單來看 八大數險業者當中 國泰人壽有43張保單降息 新冠人壽有45張 全球人壽32張 而三張美邦人壽 則有22張保單下修 總共影響約142張保單 調降幅度約0.1到0.15個百分點 從2019年開始 利便型保單宣告利率已經多次調降 新台幣保單從最高點2.98% 目前調整完 部分保單最低利率已經降到約2% 如果疫情高燒不退 利率持續下探 下個月就將面臨保二關卡 所以剛剛看了我是不是眉頭一皺 保單要降息 保費會變貴 那麼貴一層的話 每個月支出就很貴了 所以我們趕快請下專家 邱老師你說保單要買對購好 那是不是有些想法 可以跟小資族來分享 是的 昨天我應該先回應 你剛剛說保單會變貴 真的嗎 應該會 不一定 真的嗎 對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覺得 一定要來談這個保單 所謂保單會變貴 一定就是責任準備金的 預定率率要下降 下降表示保費要收得多一點 什麼叫責任準備金 責任準備金就是將來要 要賠付給你的 要給你的 那筆錢 那筆錢 所以他要先保險公司裡面 好好的管理使用 管理使用 基本上這筆 剛剛特別強到的一件事情 有所謂宣告率率 預定率 投資報酬率 大家不管什麼率率 一聽到率率就這樣 其實跟我們買這種保障型的 一點關聯性都沒有 好 有你這句話就安心了 沒有關聯性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東西 不是準備錢要給 確定在幾年要給人家的 所以這裡沒有所謂責任準備金的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不要慌 以為說保險費要調高了 是調什麼東西 針對儲蓄險領回型的 那會調高 因為他的責任準備金的 預計下降了 所以他收的保費要變多了 至於這種保障型 沒有影響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醫療險 對 醫療險不會影響的 因為他沒有責任準備金的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好 請問一下 你覺得這張保單有誰操 這個很像保單大餐 對 大餐 感覺全方位 什麼該有的都有 從所謂醫療支出的保險費裡面 病房費用 每一天補五千塊 雜費可以補到二十七萬 手術費給你以上二十七萬 假如你私能的話 假如私能全能 全部私能的話 給你五百三十六萬 好多 對 很誰操 私能的補助金 可以補得一百三十 你說比我的還多嗎 對 私能輔助金 一個月給你五萬 假如真的不小心身固軟地的時候 給你一百萬 還有重大疾病的一百萬 重度癌症的部分兩百萬 輕度的話三十萬 意外增額的話 你會發錢五十萬 十二連五萬三萬 我想基本上一般的家庭 或者是一般的小蜘蛛 其實你覺得夠嗎 我覺得我看到我最喜歡這個 醫療實質實負三萬 對 我覺得實質實負對我來講 可能是對我比較有誘因 是的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覺得這張保單裡面 這是用30歲的男性來做案例的 你大概覺得這樣要花 應該很多錢吧 我覺得有 要多少錢 一個月 一個月喔 這樣子如果這樣下來 你看那邊三萬五萬的 我覺得應該至少六千七千塊 六千七千 因為他都有 經打細算的麗華姐覺得六千七千 蘇卿姐妳覺得呢 這種保單 觀眾一看到到 真的有夠承操 就是完全單純的醫療 再加一個基本的壽險 對 但還有一些失能招呼 這個買現在什麼最夯的 什麼長照算一算 一個月可能真的要四五千 四五千 好 我們趕快請邱老師公佈答案 是的 到底要多少錢 這樣子一個月 一個月兩千六百塊 真的假的 對 哪一家來我馬上買 所以每一家都有 只是說基本上 基本買對保險 保險是不貴的 保障型的保單是不貴的 我知道有時候可能 他就給我們拆開 就是那個話數對不對 那我們拆開買 所以我們加起來五六千塊 實際上搞不好一張搞定 是的 他基本上是可以達成這個目的 可以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聰明買保單 請邱老師帶來我們一個案例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案例當中 是的 你調整錢跟調整後 你幫他省了六萬塊 最主要你調整的哪 是 基本上最重要的地方 我們今天想說 保險到底是什麼事 保險的事情是想發生 我們常常想說 買保險到底想賠還是不想賠 最好不要賠 最好不要賠 最好都是拿那個註售金 這個是個前提 買保險一輩子 不要拿到保險金 就是最幸福的事 OK 對 可是大部分人跟人性違背 人們就要交出去 不拿回來好像有點損失 就是因為這人性 造成你的錢沒有花在刀口上 來 我們可以看到 把錢花在刀口上 刀口上 所以他怎麼做 他這裡就一個利便型的東西 利便型就剛剛我們特別提到 所以有宣告率率 他就用儲蓄的角度來看 你要確定一定的期間 你就乾脆把錢放在銀行 或做投資 都會比那種儲蓄的險 所謂利便型的年金還會好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做的事情 我認為保險裡面 基本上已經保障做基礎 所以第一個 先修改他這個東西 如果他家裡真的身庫完畢 頂多只能賠230萬 可是你回來的錢 又是那麼有限 那你為什麼不用小錢來做事情 所以第一個 就把他保額調成410萬 把他變成了定期賢的東西 基本上先把保障不能先顧好 再來把這種 這個過去是中生醫療的東西 我們把他改成 綠兒跟十之十負的東西 那我們再來把這個 原來他本來重大疾病是沒有的 重疾保障 對 他沒有的 他是重大疾病是0萬的 我們把他變成180萬 不用復約去做 不用復原的 他的癌症也沒有的 我也把他辦了500萬 結果他的保費原來是13.5萬 最後只是7.5萬 可是我們的業務 都跟我們說 癌症放在復約比較便宜 叫我們要幾付 所以要自己個別買 所以我就買了好幾個單位 其實要怎麼買都OK 癌症型只要不還本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很貴的 所以可以看剛剛的例子可以看到 就是因為他的所謂 買的利便型的 儲蓄錢的東西 他的保費相對變高了 但保障又不足 所以今天我調整完畢之後 身庫保障已經百分之百完成了 私人的保障原來沒有了 現在已經百分之百完成了 醫療保險的部分 他原來有缺殼也要完成了 重大疾病的部分也要完成了 癌症一次給付原來也沒有的 所以你會發現 調整錢調整後 買對保險省錢又能解決問題 這是一個小錢變大錢的基本概念 好 所以邱老師 透過這樣一個調整 幫我們把這個保險保單 醫療險部分 這把傘把它撐得很大 讓大家的這個保障 可以變得比較多一點 那麼剛剛看到了這個小資族 聰明買保單 或許你會覺得說 那我現在已經是爸爸媽媽了 年過50甚至要60了 到底還有沒有機會 買一張好的醫療險保單 保護自己 下段回來更多專家觀點